宋朝贤平年间 东门县大蛙村有一户业姓人家 夫妻俩老来得子 便请村里的吴阿公 给儿子娶了一个文周周的名字叫叶良辰 自从儿子出生后 这位老夫妻天天盼着他长大能考取功名 将来光宗耀祖 可是与愿为 叶良辰从小不喜读书 却对刀剑棍棒情有独钟 叶良辰长到十六岁时 身高体壮 十八般武艺耍得样样精通 后来他被县衙看中就去做了刽子手 在他的刀下亡魂无数 大多数都是一些欺男霸女 为非作歹的狡诈之徒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一天 叶良辰正在家中吃饭 县衙的差役匆匆跑来说道 二爷 县老爷让您过去一趟 他们之所以喊叶良辰为二爷 这件事还要从三年前的一件事说起 当初东门县令陈从文走马上任 在途中遭遇强盗打劫 幸得叶良辰所救 于是两人结为异姓兄弟 他们叫沈大人县老爷 那叶良辰自然就被叫做了二爷 起初 叶良辰并不知道自己所救之人 就是东门县的支县大人 后来他机缘巧合之下 又救了对方一次 才得知陈从文是朝廷命官 因为官清正 弹劾朝中权贵得罪了人 才被贬斥到东门县当了直线 陈从文几次遭遇强盗和杀手 显然是那些精忠权贵并不打算放过他 叶良辰见沈大人喊他 也不敢再耽搁 匆匆爬了几口饭就赶到了县衙 刚到门口 师爷就神情慌乱地拉着他说道 快 沈大人今天遇袭 他快不行了 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 要托付你送往京城 叶良辰听到这话 来不及多问 就冲进了陈从文所住的后院厢房 等进去以后 却见陈从文好好的端坐在床上 见他进来后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二弟 你来了 叶良辰一点诧异 他关心地问道 大哥 我听师爷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陈从文挥手示意他不要着急 然后缓缓说道 今早我刚出门 准备去三堤坝那里巡查 半路却遭遇弓箭偷袭 索性那根毒箭 只是射中了我身上的铜钱 说完 他拿出一枚已经扭曲变形的铜钱 叶良辰接到手里看了一眼说道 此人剑术不凡 一剑竟有这般威力 陈从文盲问道 能看出是哪个江湖人出手的吗 他这话问完 见对方摇了摇头 并不敢意外 这些杀手显然是有备而来 自然不会留下什么把柄 这时候 叶良辰说道 大哥 你说吧 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他知道陈从文既然将他找来 肯定不会只是问几个问题 如此简单 他是个直性子 做事情不喜欢藏着捏着 陈从文笑道 你别急 我让庞师爷去买棺材去了 买棺材 谁遇害了 叶良辰惊讶到 陈从文指着自己说道 我遇害了 棺材是给自己准备的 叶良辰听到这里更糊涂了 对方好好地坐在这里 跟他说着话 怎么会死呢 他以为沈大人是担心自己的安危 便保证道 从现在起 我片刻不离地在你身边保护 我看谁能杀得了你 陈从文听了这话 笑着摇了摇头 他跟对方解释了自己的计划 原来陈从文决定借助这次遇袭的机会 他佯装遇害身亡 准备用自己作诱饵 引诱躲在暗处的杀兽现身 本来这段时间 叶良辰的母亲病重 陈从文准许了他 留在家中照顾老母 可眼下为了这出戏演得逼真一些 他必须要将叶良辰派出去 如此一来对方中计 两个人聊了半个时辰后 叶良辰匆匆出了房间 县衙门外已经准备好了一匹快马 他背着一个包袱 出了衙门就骑上马 往京城方向飞奔而去 县衙这边几个人 已经抬着棺材走进去了 在失业的张罗下 整个县衙都挂上了白布围杖 院子里哭喊声一片 不出半带烟的功夫 县城就传出县令沈大人 遇害身亡的消息 无数的乡民得知这个消息 都自发地跑到县衙门口吊咽 自从沈大人来到东门县以后 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实事 这些人心中对他自然爱戴有加 再说到叶良辰骑着快马一路狂奔 途经到临沟 就在要过桥的时候 一只利剑急速飞射而来 叶良辰耳边听到一阵嗖嗖的风声 他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只见他坐在马背上 身子一侧 那只剑就贴着右臂飞了过去 紧接着又是几只利剑奔袭而来 不过 这些利剑显然并不能伤害叶良辰分好 这时候 利剑停止射击 空气十分安静 旁边的林中 却有几只大雁受了惊吓 向天空飞去 叶良辰见机在地上抓起一块石头 朝远处的大树投掷过去 他口中喊了一声道 别躲了 你出来吧 此话一出 从那棵大树上 跳下一个蒙面黑衣人 他双目散发着凛然的杀鸡 向叶良辰看过去 冷声道 把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叶良辰听到这话笑了 他抽出背上大刀喊道 来都来了 打一场再说 说完 便飞跃下马 与对方站到一起 黑衣人显然低估了叶良辰的实力 仅仅交战了三十回合 他就落入下风 最后甩了一枚石灰弹仓皇而逃 叶良辰没料到 对方还有这一手 气得直骂娘 他再次骑上马 不过他调转了方向 又回到了东门县衙 叶良辰刚到县衙门口 就撞见了师爷 他赶紧问道 怎么样 抓住了吗 师爷回道 抓到了 是个女子 沈大人正在沈着呢 原来陈从文这招装死声东击西 就是为了分散杀手的注意力 他已经在县衙埋伏了天罗地网 只要杀手一出现 便插翅难逃 抓住的杀手是个女子 经过审理后得知 原来是叫殷四娘 在江湖鼎鼎有名 他还有一个丈夫叫李静 两人合称黑风双煞 叶良辰赶到县衙大堂的时候 殷四娘忍不住酷刑 已经咬舌自尽 陈从文看见叶良辰以后 赶紧问道 怎么样 人抓住了吗 叶良辰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太狡猾了 最后一刻竟然被他给跑了 陈从文见自己这个异性兄弟 一脸失望之色 赶紧安慰了一句 以后还有机会 今天你也忙了一天 家中还有老母亲要照顾 快回去休息吧 叶良辰点头应了一声 便往家赶去 他已经出来一天 家中的老母亲 还卧病在床 等着他回去服侍 叶良辰赶到家时 天还没黑 他走到门口 却见屋里亮着油灯 他便喊了一声 娘 大白天 你点着灯做什么 等他走进屋里 看见老母亲王氏手里拿着针线 在油灯下缝着他破旧的衣服 他走过去一把夺去道 娘 您歇着吧 这些活我来就行了 王氏叹了一口气说道 为娘不中用了 连累了你到现在娶不到媳妇 哪有针线活事大老爷们干的 叶良辰没有说话 他十岁那年父亲去世 母亲便病倒了 如今又过了十个年头 一般到了他这个年纪 确实都该娶媳妇了 可是他担心母亲受委屈 所以就想等送走老母亲以后再娶妻 叶良辰将那些针线收起来以后 冲着母亲说道 娘 我去做饭 您一天没吃 应该饿了吧 这时候躺在床上的王氏突然说道 儿呀 不急 来为娘身边坐着 跟为娘说说今天都发生了什么 外面怎么吵得很 叶良辰这时候已经走到米缸前了 他伸手抓了一把糯米握在手中 听到母亲王氏说话 他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然后说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等叶良辰说到那个黑衣人不敌的时候 母亲王问道 孩子 哪个人怎么样 被你抓住了吗 叶良辰说到这里停住了 他盯着母亲王氏看了一会 然后说道 他被我一刀砍杀了 他三番两次要害沈大人性命 我岂能饶他 王氏听到这里 神色黯然 突然话风一转说道 为娘饿了 你去做饭吧 叶良辰应了一声便起身了 刚一转身时 身后的王氏 却面目可憎地朝他扑了过来 此时 他双耳一动 听到动静后 立即将手中的糯米撒了出去 下一秒 只听见王氏一声痛苦的尖叫 身体躺在地上冒着黑烟 他见叶良辰朝自己这边走过来 便怒斥道 你如何识破了我 叶良辰冷笑一声说道 从进门那一刻 我见屋里亮着白灯 我心中已经起疑 后来我与你说话 你听得很是清楚 可你却不知道 我母亲三年前就已经耳聋 躺在地上的王氏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叶良辰看了一眼白灯 继续说道 你是刚刚死在公堂的殷四娘 从刚刚说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出来了对方的身份 因为只有刚刚去世的痴妹 在白天出现时才会点着白灯 否则一旦被殷差发现 就连投胎的机会也没有了 殷四娘说道 你既已经猜出我的身份 就请动手吧 苍天无眼 不知你要助纣为虐道何时 叶良辰听到这里有些糊涂了 他冷眼瞧着对方说道 你杀害我母亲 伪装成他来害我 却反过来信口辞黄 颠倒黑白 殷四娘道 我没有害大娘 是我救了她 就在他们说话时 王氏的声音突然响起 只听他说道 儿呀 四娘说得没错 刚刚确实多亏了他帮我 才让我得以跟你见最后一面 原来今天叶良辰被沈大人叫去县衙后 王氏病情突然严重 因为家中无人请郎中 王氏没等得及儿子回来 便离开人世了 他想留在家里等儿子回来 再看一眼才去投胎 却被殷差急着押走 原来殷差得知县衙又死了一人 急着去引渡 便半点不通融 等到了县衙 殷差又押了殷四娘 他们一路往地府去时 半路上殷四娘得知 大娘是叶良辰的母亲 便想帮对方一把 正好也问一下他丈夫李进的情况 殷四娘生前是一个江湖高手 殷差不是对手 便只能答应通融一下 让他们办完事速去地府报道 此刻 叶良辰听了母亲王氏的话 便不再怀疑 可是对方为何说他助纣为虐呢 就在他满心疑惑时 殷四娘道出了实情 原来真正的沈大人在上任途中遭人暗算 却被黑白双煞所救 等沈大人养好伤以后 结果发现有人顶包了自己的身份 黑白双煞得知此时候 便组织江湖上的陆林好汉 办到截杀那个假的陈从文 可是却被叶良辰误打误撞救了下来 那假的陈从文见叶良辰身手不凡 便有心利用他对抗黑白双煞 后来叶良辰进了县衙做柜子手 整天与对方在一起 黑白双煞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后来叶母病重 黑白双煞知道机会来了 不过那天的暗杀 他们没有见到假的陈从文身死 因此真正的沈大人还不能露面 于是他们想冒险去县衙查探虚实 却刚好看见叶良辰进了县衙 他们不敢贸然行动 便一直等着机会 直到叶良辰匆忙背着包袱出城 黑白双煞便果断决定兵分两路 因为叶良辰那包袱里 很有可能装的是沈大人的印象 那是唯一证明沈大人身份的物件 李进必须要想办法拿到手 等李进追着叶良辰走后 殷四娘便留在县衙查探虚实 当他看见师爷吩咐差役挂白布围账 又抬着棺材进来时 便以为那假陈从文已经死了 等到寺下没人揭开棺盖 里面却是一股迷烟 等他发现自己重计时为时已晚 假的沈大人已经带着差役把他围了起来 在公堂上 假的沈大人对他施以酷刑 逼问着真的陈从文下落 他宁死不屈 可是那假陈从文却是畜生不如 竟然让人欺辱他 他不堪忍受那般凌辱 便咬蛇自尽了 叶良辰得知这一切真相后 气得一掌拍碎了桌子 原来他这么久以来都被蒙在鼓里 一直帮着一个坏人做事 还和对方结为异性兄弟 想到这里 他羞愧难当 脸红不已 他赶紧问道 那真的沈大人现有在何处 我要见他当面谢罪 殷四娘见叶良辰真的有悔过之心 便带着他去了城西三十外的一座破庙里 那李静看到叶良辰 正要喊杀 却被突然现身的殷四娘拦住道 相公 你等等 他是来见沈大人的 李静已经听到 殷四娘身死的消息了 可此刻见到他 忍不住一阵悲痛 想他们夫妻二人 在江湖上快一恩仇数十载 如今已是阴阳两格 殷四娘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又原原本本说了遍 于是李静就引着夜良辰进了破庙 在一间房里见到了真正的沈大人 对方衣衫褛褛 完全看不出来身上有丝毫官微作风 可是比那端坐在县衙的沈大人 却多了一些亲和力 叶良辰跪下认罪道 草民该死 请沈大人责罚 陈从文看着在自己面前跪下的年轻人 他走过去搀扶起对方 笑道 你何罪之有 夜良辰道 草民助纣为虐 害了殷四娘 也险些害了李大哥和沈大人 陈从文摆了摆手道 不知者无罪 你无须自责 真正的恶人是那个假冒我的人 还有朝廷里那些奸臣权贵 虽说沈大人没有怪罪自己 可是夜良辰心中却是内疚自责 他决定戴罪立功 既然那家沈大人喜欢玩将计就计 他便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夜良辰回到家中 他要给母亲王氏办丧事 派人去请了假县令 那假县令作为夜良辰的义兄 那王氏自然就成了对方异母 对方接到邀请后 没理由不来 等丧事办完后 假县令便急着回县衙 这时候夜良辰喊道 大哥慢走 我抓到了一人要交给你 假县令一听这话 赶紧把对方拉到一边小声问道 你抓到谁了 夜良辰回道 黑白双煞 假县令听到这几个字 眼里一惊 继续问道 那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夜良辰想了一下说道 大哥是指那些信件 话没说完 就被假县令打断了 快拿给我看看 夜良辰道 我就知道那些东西很重要 所以藏得很好 大哥请随我去 县衙那些差役 建审大人和夜良辰离去 准备跟上去的时候 假县令回头呵斥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 有一帝在身边 谁能害我 假县令跟着夜良辰来到树林中 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便停下脚步问道 兄弟 你这是带我去哪 夜良辰回头冷笑一声道 阴曹地府 说吧一刀捅进对方的胸口 这 是 为什么 假县令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 这时 陈从文从一棵大树后面走了出来 他看着对方冷声问道 你装了我这么久 对我这副皮囊可还熟悉 假县令见到陈从文以后 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夜良辰已经知道了真相 他的阴谋诡计被识破了 只是他有些不甘心 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此天衣无缝 假县令死后 他们挖了一个坑把对方埋了 等沈大人和夜良辰在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异样 三年后 当朝皇帝又收到一起弹劾当朝太尉的奏剑 不过这一次 上面清清楚楚 罗列了太尉的十大罪状 条条证据确凿 皇帝得知后 龙颜大怒 当场就派人抄了太尉的家 并且下令处死 原来当天陈从文回来后 决定也来一招将计就计 他继续装成假县令 等太尉派人来联系他 而他暗中搜集证据 只要时机一成熟 他就可以一举击溃对方 太尉被处死以后 陈从文也官复原职 他向当朝皇帝推荐了夜良辰 皇帝一番考验后 亲封他为四品带刀护卫 以后专门负责保护 沈大人的安全 自从夜良辰跟了沈大人以后 他尽职尽责 履历其功 一直为老百姓惩恶扬善 后来他光宗耀祖 让整个东门县的老百姓 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这句老话的意思是 当君子遭受小人陷害 不过总有机会 君子会用同样的办法反击回去 让对方自食恶果 在这个故事里 贾县令被奸臣太尉操控 想要谋害为官清正的沈大人 利用夜良辰的善良和义气 为自己扫出一击 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却没想到 最后沈大人和夜良辰 用同样的办法反击了他 让他自食恶果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同样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喜欢自作聪明 利用别人的单纯和善良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是当真相被揭穿以后 必然会遭受唾弃 被人所不耻 因为一旦你决定这么做了 就是在消耗别人的信任 迟早都会有败露的一天 最后希望这个故事 能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不要欺骗别人 能被你骗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 他们的心若是伤透了 最终害的还是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